所以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因為我們今天記者會 時程會比較長一點 我們一剛開始有一小段我們的影片 然後之後我們會監團的發言 那最後還會有一個 因為我們這一個四百萬萬分成兩個階段 最後我們會有一個第二階段的 操作的簡單說明 所以我們現在時間簡單開始 我們先從播放影片開始好不好 來麻煩宇昌 84年了 但是司法機關不斷讓人失望 民間司改會今天開庭過程的錄音檔發現 有檢察官惡狠狠的訓斥被告 還有法官他積要來威脅被告不久說話 司改會痛批 審判以偵查品質受到了嚴重影響 具有大法官身份的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 之前正對美國事案發言以發爭議 民間司改會今天在司法院前召開記者會 重替蘇永欽違反法官輪流 侵入審判跟道歉下台 是法官屠的信任嗎 民間司改會正對豪宏 從事體的一百多位法官進行評鑑 並且在明天通知結果 結果是因為貪污案判刑的蔡光智 以及高出法院受限的中德選 他們的得分都盡陪入住 監聽初暴言商 民間司改會破天 民間司改變 這是我們今年司法院官網的一個很簡單的 一項的影片 簡單的講其實 不管是民間司法院也好 還是很多的 有關於法官 特別關於法官或檢察官的很多的新聞 以及資料或者是他們的檢診紀錄 事實上他們最基本的資料 應該是屬於政府應該要公佈給人民的 因為法官檢察官掌握的權力很大 所以相對的人民應該要更加的 能夠接近使用這些資料 以及讓他更陽光更透明化 其實我們也知道司法上面的詐騙層出不窮 其實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來自於司法不夠透明不夠陽光 所以我們今年有這樣一個想法 想要成立這個司法院官網 事實上它裡面的很多的資料 本來民眾都可以自己搜集的 我們是便利 除此之外還有包括了一些 而且我們對於法官 特別是關於假官的一些觀察 以及紀錄 那特別是假官是特別難以監督 因為假官基於政調不公開 所以他很多的行為行動 都是秘密被隱藏起來的 那不管這樣我們相信這是第一步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打算我們做了什麼 以及打算將來怎麼做 首先先請到明天司改會的董事長 李永宋律師 各位媒體小姐先生大家早安 我們前一陣子公佈了法官實際 鑽言鑽語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事實上法庭還是公開的 相對於法院其實檢察官這邊是更不透明 那麼法官檢察官都是有權利的 有權利的應該被監督 相關的資訊應該透明公開 但是司法單位不管是法院 常常以審判獨立 那麼地監署檢察官以偵查不公開等等的 這樣的一個藉口去黑箱作業 那基本上我們認為 我們為什麼要認為說應該要公開 應該要監督 其實有一些背景 首先要講的就是說 今天法官檢察官如果能夠自律 如果自律得很好 大家都信賴度很高 其實大概不太需要 但事實上那些好的法官檢察官 他其實不太清楚不好的法官檢察官 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他不一定清楚 因為各自在開庭 各自在處理他的案件 縱使之道其實也是相怨 那這裡面也就是說 他自律的效果其實非常的不好 那其實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除了自律之外 我們在法官法 雖然有個案評鑑的這樣的一個制度 但是畢竟是人家提出來才算數 沒有一些前面性的觀察 那其實有些法官檢察官不好 但是沒有被觀察 沒有人申訴他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雖然法官法有所謂前面平和 前面平和的意思是說 本來的用意是能夠一般性的監督 但是事實上後來改成 只有市法官自己做 三年做一次前面平和 可是不公開 結果不公開 只做他這個有關職務評定的參考 那這個部分當然就沒有意義 那我想我們今天之所以 要建立司法陽光網 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分成兩個階段 今天不久我們會第一階段快開始 那第一階段的部分 就是針對有關相關的資料 那法官的部分 檢察官部分都有相關資料 那我們相關資料 包括職務的基本的資料 職務的經驗 講程的資料 相關的新聞等等 那我們要說的是 法官這一邊 司法院相關的資料理論上是有的 只是沒有把它連結起來 我們把它連結起來 方便 方便 人民可以了解 基本上 法院的判決 或檢察官的起訴不起訴 對人民的影響甚大 他沒有選擇法官檢察官的權利 但是他總可以知道 他審判他 或者偵查他的檢察官法官 是怎麼樣的情況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這相關的資訊 把它匯整 但是這裡比較遺憾的是 檢察官的部分 因為檢察官的部分 事實上 現在台北地監署有哪些檢察官 沒有資訊 他不公開 法院這邊 他有公開說 假設我台北地監署有72個法官 我法官的名字是公開的 但是 台北地監署檢察官 有多少檢察官的名字 不公開 我們新聞給他 到現在 他都沒有提供 所以 檢察官最基本的 在台北地監署有多少檢察官 都不清楚 那麼在這樣的瞭解之下 我們認為說 檢察官比法官更值得去監督 因為他原則上 開景是不公開的 針票不公開 但是他的態度 他的起訴 書不起訴也不公開 合理嗎 這其實有相當大的爭議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更應該要監督 所以我們第一階段 這個部分 希望能夠把這些相關的資訊 能夠在網頁裡面 讓人民容易查詢 當你被這個法官或檢察官 在正辦的時候 審理的時候可以理解 那麼第二階段 我們明年會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部分 我們會讓案件的當事人 律師或者旁聽的人 可以對於審判的開庭 法院的開庭 或者是法院的結果 或者檢察官的結果 開庭當然 偵查當事人也可以平溫 沒有旁聽 但是沒有旁聽 所以大概有這樣的人 可以去平溫 可以去平溫 所以對於每個當事人 或者是律師 承辦的律師 不管他是告訴人 幹人 或者是辯護人 或者是旁邊可以平溫 對於真審的程序 或結果可以平溫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世瓦陽光網 兩個目的 一個資訊公開 第二個 人民可以表達他的意見 在監督 這是我們世瓦陽光網 我們最主要努力的 所以我們今年會第一階段 明年會進入第二階段 以上 謝謝 謝謝李永宗醫師 那我們知道其實行政院 毛斯柏院長的推動之下 政府其實已經不斷在主動 這個open data的政府 資訊的開放平台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只是我們 關於司法資訊公開的第一步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請到 開放文教基金會的董事 李柏峰醫師還會很發言 各位 謝謝 好 各位 可以 各位宇輝先進 美女朋友 大家好 我是這邊是開放文化基金會 李柏峰 我們很感謝那個司改會 弄了一個司法 陽光網 讓我們大家能夠了解 然後監督這樣子 那我們基金會這邊 從另外一個角度 從開放資料跟公開資料來 跟各位補充一下這樣子 那那個這個 陽光司法網搜集很多公開資料啊 然後讓大家能夠使用 能夠收集要監督政府 那其實 我 我要簡單講一下公開資訊跟 公開資料跟開放資料 稍微有一點點兩個層次不同的地方 那公開資料依法 這個法源基礎的話 是那個政府資訊公開法 那他的精神是說 我們民眾大家可以去跟政府 申請資訊 讓資訊公開 公開之後 大家可以使用它 然後 利用它 瞭解它 監督政府 或者參與政府的決策 那最近在推的是 Open Data開放資料 那Open Data 這是比較有 國際上嚴謹的定義 公開資料比較沒有嚴謹定義 那資料有什麼不一樣的原因是 公開資料只有講說 這是人民知的權利 知的權利 我們知道政府有什麼事情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麼Open Data想是人民用的權利 那我們按照政府資訊公開 跟政府申請很多資訊 那怎麼用 其實以前二三十年前 並沒有用的觀念 那之前大家比較有 因為有開放原始嘛 這浪潮之後 吸過來之後 那大家比較有用的概念了 所以 那所以 所以 Open Data就是在想怎麼用 那公開資料 怎麼樣變成開放資料的話 就是政府的運用者 透過市場的授權 然後就變成開放資料 那我們民間就可以拿到開放資料拿去 比如說做網站啊 或者做App 像那個資改 我就拿去做網站 然後 有些公開資料 其實他本來就沒有版權的 那他就是 我們可能就是拜託政府 或者我們大家 各先去標記 他是沒有版權 那他直接變 就變成公開資料 那 資改會這個網站 將來可能會混搭很多其他資料 那假設 假設 他加上來用了一些其他資料 譬如說是法務部的那個 法務部的那個 法律 法律資訊網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實法條本身 本來是沒有做過權的 可是 他算是一種公開資料 然後如果其實本來是 改會直接用這個公開資料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們很高興那個 法務部他們有一個 法律的資料庫 他們本來是要申請 現在也是不用申請 我們直接可以下載他全文 可是他們用一個不適當的授權 那釋放出來 然後 講了很多 就說 如果你 如果你用的是資料庫 然後你傷害了法務部的話 那你要付這個侵權責任 你要賠償就對了 欸 那個條好多 至少有三個侵權責任 這樣子 所以 本來 法條是沒有作出權的 好多人到我們來用沒事 那可是萬一 如果我們不小心用 法務部釋放出來的 那我們反而要多付負擔賠償責任 比如說關於我們措置啊 然後傷害了 那個 法務部的 情感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要負責 那釋改會可能就被告 然後 這個就很 很怪啊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法務部做得很棒 他已經把這資料庫放出來 那他是不是可以考慮說 用比較國際通用的授權出來 那所以我們這邊 呃 開萬五花基金會的立場 希望 呃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政府這邊公開發了 我很 我很 很高興看到 市改會這樣 像 收集資料 然後也 Push政府 港市方資料 那事實上這是每個民眾 每個情況台的權益 那大家都 可以跟政府要資料 那政府當然會有壓力 可是要久了 他們也是不得不給 像我很壓力 竟然連檢察官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在無法想像說 我們意思的名字 大家都不知道 那怎麼 那怎麼 怎麼 我很訝異 我連這最基本最基本 最基本都沒辦法拿到 我是很訝異 那 只要公開 政府要資料出來以後 那我就可以討論說 哪些資料是 大家可以自由加持運用的 然後怎麼用 然後這後段 大家會跟各位一起努力處理 這樣子 那是 然後 那 也就是說不要用不適當的授權 像那個法務部 那個資料庫 我真的很高興他們放出來 可是 他那個授權真的怪怪的 然後 憲人名於不義啊 就是本來沒事的 就用你的東西 反而 就是 有違法 違害那個license的風險 我覺得不太好 那事實上 政府已經有 有一個 那個 政府開放資料 一定要授權開款1.0 那我是希望大家 既然 國發會 跟民 革命電團 跟大家討論 這個license 所以可能大家是不是 也不許大家的 政府機關也是 照這個license 放出來 不要再自己發明license 那大概這樣子 謝謝各位 謝謝李醫師 這個很有趣 因為事實上 20年前 法官 連法官 公開法庭的法官都沒有名牌 也是司改委 然後去不許司法院 他們才願意把名牌放上去 一剛開始的時候 法官其實也是非常抗拒 就覺得說 天啊 這要他們的命 但是事實上 在2011年 2012年的時候 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們還是一樣 不習慣接受 他們連分案都是 秘密分案 一直到2011年 12年才打破 這個分案的 秘密分案的這個規定 所以你可以想像 現在警察官 他們大概也是非常抗拒 也是非常抗拒 那接下來我們請到 也是一樣 我們抓案的 召集人之一 比我們連接司改會的常務執行委員 高永哲 高律師 好 各位大家早 在台灣 區一般的民意調查 都會認為說 我們台灣司法的公信率不高 那司法公信率不高的原因 當然有很多 但是我個人認為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它不公開不透明 不公開不透明 導致我們司法公信率降低 是因為我們的司法 其實還保留 人家常常在講說 我們司法恐龍法官 只有它的道理 是因為它思維還停留在侏羅紀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司法 就像剛剛執行長講的 到2012年最高法院的秘密分案 它才被廢除這樣的制度 可以想像說 其實我們司法認為說 它就是一種權威的一個移序 一直認為說 它的公信力 它的權威是建立在神秘主義 就是說今天我法官 今天我檢察官 我上來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神秘感 尤其這個檢察官 他的政察庭 向來不公開 所以讓人民都覺得說 我們這個檢察官跟法官的 所有的資訊 我們沒有辦法去取得 那保持了這樣的一個神秘 好像他們就很權威一樣 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大家上禮拜如果 一樣是敢開了一個鑽研善意 反應最多說 沒有啦 尤其是這個檢察官跟法官 回應就是說 法官跟檢察官也是人啊 他也有情緒啊 有時候遇到那種很如的原被告的時候 他難免會情緒發現 這就是重點的 法官跟檢察官也是人 他既然也是人的時候 何以不能公開 為什麼你要用神秘主義去 維護他的這個權威呢 我認為這個應該在21世紀的 我們現在是一個網路世代 絕對要打破 好 那詞改惠其實 以往對於檢察官跟法官 想過用很多的方式 去讓他公開去評鑑他 最早當然是用紙筆啦 那紙筆當然 這個他的這個資料的取得 以及他的這個data的這個廣度 是有限的 因為你很難去期待說 每一個案子我通常 或者是說不管是一般的平民 或者是旁聽的 或者是真正參與的當事人 能夠有一個所有的資料 關於檢察官跟這個法官 很難想像這樣子 我們曾經還做過一個很苦工 就是在偵察庭外面派志工 然後進去開庭的民眾出來 就給他一張問卷 那我想這個太辛苦了 那我想這個李醫師在這邊 應該知道說網路世代 這個絕對是要改變 所以我想斯凱會是看到 運用網路作為工具 尤其是open data的這樣一個狀況 能夠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 斯法眼光網 那其實早期在日本 他也有用紙筆 各位如果去看到 日本那個出版界的豐富 他們有個別的達人 也不是達人應該是素人 素人他們就 因為大家想到說 為什麼法院的法庭他要公開審判 其實他就是在維繫一個公信力 讓透明讓人民能夠進來看 隨時看知道他是一個公平審判 公信力是這樣子維繫出來的 而不是生命主義 日本他們就會有一些素人 那甚至於是家庭主婦 他們就會直接就會有興趣 會到法院去旁聽 旁聽以後會針對每一個法官 做素描 做素協 他就profile 就是做素協 然後會寫說 這個法官個性怎麼樣 他看起來這個案子怎麼樣 他這個有沒有像這樣算一算一 他們是粗書 他們這個汗流衝動 所以日本早就有這樣 當然他還是用紙筆 那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透過網路的方式來 好 那最後呢 其實我是要呼籲三點 第一點其實還是 剛剛董事長跟李醫師寫有講的 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說 法務部竟然把檢察官的名字 檢察官的所有的名單 他是公譜耶 我還是再次強調 我是納稅人 我繳錢 我納稅 我竟然不知道檢察官的所有名單 你還是要維繫你的司法神秘主義嗎 因為我這個就是一個 我是一個神 然後不願意下來凡間 你們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我覺得不能夠忍受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第一個呼籲是 法務部一定要開放檢察官的所有名單 第二個 也呼籲說 等我們第二階段開放以後 全國民眾以及法報案 這個在座的媒體記者朋友 能夠進去法庭看一看 看一看每一個法官 他是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 能夠回來充實我們的司法聯官網 所有的一個資訊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open data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尤其希望能夠透過這樣 能夠建立公信力 第三個 當然我們能夠理解檢察官跟法官 一定還是反對到 那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司改會上個禮拜開了 酸言酸語的這個之後 其實所有的迴響會認為說 尤其法官 法官的回應就會講說 你們這個可能有偏頗啊 這個找律師公會來 那律師呢 這個是涉案的當事人 他們是會不會小便報復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思考 或者說這樣的一個批評就出來了 但是我們想說網路世代 這個巨量資料的用意就在這邊 我們希望是所有的民眾能夠進來 能夠把他的這個資訊 能夠更普及化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 再只有律師來評鑑 那法官就有這樣的意見 那當然法官就會另外一個意見 會講說 你們這樣是偏頗的啊 那司法洋官網開放以後 會不會有更多的 這個一般的這個網民 我們講酸民 其實是在網站上面大量的這個暴露 很多更不當的一個言論 我想不要有這樣的一個擔心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我希望第三點的呼籲 我是針對法官跟假官 大家不要忘記了 法官法 法官法35條 其實是有規定的 當你法官自己覺得你受到冤枉了 你覺得你是做的 行得證 做的職 你所有的職務行為是 合乎我們司法能力規範的 你可以自請評鑑 上個禮拜 在這個司改會開了這個酸言酸語的這個 記者會之後 法官忘記了這件事情 他忘記了司改會並沒有調查權 他如果今天覺得自己有冤居 他可以自請評鑑 如果以後有巨量資料 認為所以對某一個法官不利的 我希望他能夠自己出來自己評鑑 等他自己評鑑以後 也能夠再PO到司法洋官網來 能夠讓大家知道說 他是如何一個多麼一個 禁職的一個好法官 一個好檢察官 所以我是覺得說 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是不必要 在網路世代 的確應該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也希望透過司法洋官網 能夠重新建立 摒棄這個神秘主義 重新建立司法的公信 謝謝 謝謝高律師 我最後再補充兩點 第一個就是司法洋官網 它分成兩個階段 我們今天公佈的只是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放上去的 其實就是以前比較重大的司法案例 以及我們把盡可能的收集法官 跟假官的基本資料 其實都是非常基本的基本資料 就是他們在哪裡服務 然後他們的一些教育 或者是說他們受訓的器材 不過這些資訊是不完整 我們必須要坦白講 因為都是公開在網路上面找得到的資訊 所以它是不完整 第二個是我們第二階段會做的是 有一個互動式的回應 這特別會針對法官跟假官之間 因為他們開庭 一個是公開的一個是不公開的 那假官的評鑑 假官的法庭觀察 基本上是困難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透過跟當事人 不管是律師也好 還是說案件的當事也好的互動 然後能夠收集到更多假官的資訊 否則的話像現在我們上禮拜開的記者會 法官的一半性的反應會認為說 他們表現的並沒有比假官差 那只是因為你看不到假官 所以你又一直批評法官 那法官的表現也沒有比律師糟啊 那你們自己 這個還會為什麼不去評鑑律師 會有類似的批評啊 不過我再次強調 其實我們是非常歡迎 因為法官協會他們想要辦 所謂的三方互評 三方互相評鑑 我覺得這是好的 那我們的四百洋皇帽 第二階段 某種程度應該可以消滅這種 因為我們實際上做不到 而造成的不公平性 那最後雨昌我們操作一下 四百洋皇帽 那 呃 大家好 我是四百會 直逆 那我來跟大家示範一下 怎麼使用四百洋皇帽 那首先進來後 他的選單在左邊這邊 然後他一共有分成 主要分成三類 一個是所謂的不適任法官 檢裁官案例的揭露 一個是法官的資料 以及檢裁官的資料 那進來這個案例的揭露裡面呢 呃 舉例來說 呃 這個你們台中人批不起來 然後他是狗養大這個 是一個 任職於台東的檢察官 劉仲慧 然後 他因為多次的對當事人進行辱罵 然後還有 羞辱他自己的同事 所以後來就遭到 法務部自己自己 法務部提起評鑑 那我們把後面的 呃 案件的處理狀況都列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法務部在5月9 2012年5月9號都請求個案評鑑 然後最後 到了 2013年6月10號 被職務法庭判 休職期間一年 那我們 除了這個以外呢 我們 呃 到法官跟檢察官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法官跟檢察官的一些資料 比如說他的獎勵紀錄 比如要請你延遲 事為不延遲 案件續講 那還有秤處的相關紀錄 可以看到他 呃 民眾深入他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 呃 以及這個承接的一個字號 詳情 大家到時候可以藉由這些字號去 查詢 呃 官方公開的資料 比如說這邊有個資料來源 大家打開來就可以看到 相關的一個決議書這樣子 那 呃 在檢察官方面其實也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很 一定很多人有 會疑惑就是 呃 因為有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檢察官是在哪裡 那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我想找的一個界面 這邊除了可以尋找案例以外 你還可以尋找 呃 各種各個不同法院的 呃 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那找到了以後 一樣就是可以進去到這個界面 然後去看一下這個法官他有沒有什麼 這個檢察官有沒有什麼案例啊 或者是呃 他自己的相關的新聞 我們這邊都幫 幫大家列上 那 那 未來就是如果各位記者要寫新聞 也必須這麼辛苦 就是到處去搜尋 這邊點一點就有了 那 最後我們來說一下司法洋化 未來的方向 那目前司法洋化 未來的方向的話 我們會針對希望可以針對開庭狀況和判決來發表意見 那 我們以開庭狀況為例 比如說這是我們開庭的表單 不好意思 我本來以為會有點比較大 那 這邊呢 他 假如說他有打斷禁止律師的發言 或者是他態度惡劣 或者是對當事人有偏見的時候 當事人他可以簡單的在上面勾選 然後他也可以在這個底下的輸入框 輸入他自己想要輸入的話 比如說他覺得法官有什麼地方是做不好的 他想要處理他 那最後就可以 最後再點一個開庭的態度評分 那收集這些資料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法官跟檢察官的綜合評分放在一起 呈現出來 那這個綜合評分 它包含了他最近數十次的開庭的一個狀況 以及他的判決紀錄 然後才會做一個綜合的評分 那我們最後如果說填完資料以後 當事人真的非常的憤慨 想要深入的時候 我們也會提供一個電話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很快的撥打電話來回應 那這大概是我們第二階段 接下來會想要做的事情 那也請大家敬請期待 謝謝大家 謝謝語昌的說明 那不知道在座的朋友有沒有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記者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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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